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88年的时候 慧若琪作为一个新人 还是一名小将 当时的教练陈忠和就谈言过 慧若琪的优势和劣势都是非常明显的 她对小慧若琪的评价就是 训练能吃苦 身体搭搏一些 主要是年龄太小 身体都还没长开 一些力量方面都比较欠缺 她的扣球动作还不够舒展 扣球点始终不是在最高点 动作不大规范 这一点她还是要提高 但是她的基本功不错 技术也是比较全面的 时隔两年之后 陈忠和再次见到小慧慧若琪 就称在慧若琪进步非常大 当时排盘元老 周志华也评价过慧若琪的国家队的表现 承载她的后排技术丝毫不逊色 队中几个主攻 说她的明天会更灿烂 可以在国家队站稳脚跟 小慧慧若 琪退役之后 也是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也是积极的为排球事业做贡献 希望我们的女神活得越来越出色 活得越来越潇洒 祝她和丈夫幸福美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